舞台上一邊敲鑼打鼓 一邊舞龍舞獅 邁入第12年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5日熱鬧登場 總統蔡英文立法院長尤錫坤都受邀出席 蔡英文表示 未來會強化中醫角色 讓中醫在國際上有更好的發揮 在全民照顧上 中醫的角色會更加的重要 我們的醫療體系 讓更多中醫健保服務項目 提供健保給付 謝謝各位中醫藥界的先進 跟我們一起打拚 為台灣來調良提示 未來我們繼續努力 讓台灣的中醫藥的功能及角色 無論在台灣或在國際上 都有更好的發揮 那麼跟角色的概念 漢義有幾千年的歷史 如果我們叫漢義就是有幾千年的歷史 如果說中醫 事實上甚至第五年 超過百年左右 蔡英文也感謝中醫國家隊 會在中共肺炎疫情上的努力與打拼 未來也會設置中醫藥研究基金 並將更多中醫健保服務項目 納入健保給付 也會幫助中藥拓展國際市場 我們每年照顧了650萬的民眾 我們的全民健保 我們在中醫的利用率上高達了30% 可是我們卻健保只有拿到3.6% 那我想一個進步的國家 就代表他願意扶持傳統的中醫藥產業 為期兩天的論壇有超過1800位台灣中醫師出席 還有來自馬來西亞 美國 加拿大等12個國家地區 800多位中醫學者參加遠距視訊 新台南特電視王冠林 葉雲主 台灣台北報導